大家好,我是Roger 實在太多學生都會問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就是快要DSE了 即是三個月之後就會DSE了 究竟我應該從什麼途徑去儲生字 才可以令到我快速增加我的生字量去應付這個考試呢? 有些人會說看新聞 或者有些人會嘗試去買一些天書 或者找一些很厲害的筆記 去幫自己儲詞語 但我之前的影片都提及過了 其實補底來說 最有效去儲生字 就一定是從DSE Past Paper的一些問題入手 就例如DSE Reading卷 如果我看不明白題目 就算我Pessage看得多明 其實都是蒙保於是 因為我也不知道題目問什麼 好像廢話那樣 但其實是真理 在這段影片裡面 我會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 去在這些問題裡面 即不論是Reading卷 或者Listening卷 去抽出這些重點的生字 去幫助大家的應效 雖然整本字典很厚 即是有幾萬個生字 很多人不會爭執 究竟我應該儲哪些生字 但其實有時候 相關的生字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堆的 我不敢說那幾個 因為其實都很多 但只要我們專攻那堆的生字 其實我們的學習效率就會試半功倍 我現在手頭上這個是一個2019DSE reading卷 大家看到這個Pessage 大家可能會有很多不懂的字眼 不要緊的 我們就由題目的位置開始 因為都是剛才的概念 如果大家題目看不明白的話 其實看得明白Pessage 都沒有補於是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PART A的一些題目的生字很容易 比如大家看到這裏第五條 這個subquestion 其實就有一個phrase 是大家經常會不明白的 那我就把它抽出來 就放了一個word document 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就會是 It is good to be involved with more than one project at a time 重點就是想跟大家說 be involved with這個phrase 那其實通常involved這個字 和涉及參與 或者和一些有關的 都是相關的 比如這個位置 我們有個例句 這個例句裡面 大家看到有個人 Johnny 他做了什麼 原來他是在參與什麼 或者原來他是和什麼有關 原來就是和一間非牟利的health clinic 提起某些關係 我說得好像很抽象 其實沒辦法 因為這個phrase 有時候真的挺抽象 要需要我們自己的聯想 如果在他summer vacation 即是他那個summer holiday 即是他去暑假的時候 他去做 可能他是做義工 或者可能他都是做internship 就是可能做實習 那這個位置 要根據我們自己本身的知識去推斷 那回來這個位置 It is good to be involved with more than one project at a time 那這個位置 當我們說參與一個計劃的時候 那其實就這樣直接譯就ok了 因為參與一個計劃 其實都應該是一個很直接的表達了 那其實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involved這個詞的意思 我們才可以明白這一條 因為這一條 其實大家看到 是一個是非題 如果我們不知道那個動詞 就是be involved with的意思 其實說真的 是很難去理解題目的 更何況是要正確地推斷答案出來 那建議大家 如果想進一步去深化自己知識的話 可以嘗試去找involved一些summerlym同意詞 但留意 不要直接在google找到一些phrase 就直接以為他等同 100%是等於involved這個字的意思 我通常要按一按下去 譬如include 因為我只是包括這個意思 其實跟參與是有一個距離 因為這些都是幾通用的字 如果我們不懂的話 我們都要找一些例句 好像我們剛才involved的字 去幫我們在完整句子 整句的理解 就不要單字 就這樣背了意思 其實有時候 不是真的幫到我們reading 因為reading 考驗我們 不是理解那個字本身 而是整句的意思加起來 特別是我們剛才做是非題 如果我們不知道整句意思 我不知道SPO加起來的邏輯是怎樣的 我又如何判定它是true還是false 所以大家就記著去看例句 去理解這個題目 所以大家就記著用例句 去理解那個山字 就不是這樣背了中文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會強烈involved這個字呢 你看到下一條 其實你會直接看到involved這個phrase 那真的代表如果我不懂這個字 我就兩條都完全答不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involved這個字的意思 還有這個也是回應一開始我會說 喂大海撈針怎樣做山字呢 其實不是的 如果大家可以把焦點放在那堆考字的山字裡面 有時候我們學習考度會提升得很顯著 那第二個字想跟大家說 就是在這一條裡面輕輕地提一提 那第二個字想說就是purpose這個字 那purpose是目的這個意思 那除了大家知道它是一個名詞之外 大家都可以好像剛才那樣google一下它的同意詞 例如在這個位置可能intention、objective和google和end這些位置 都會是那個目標的一些同意詞來的 那當然有少少分別 所以建議大家都是看一些例句來幫自己理解 那我就把一些比較通用的同意詞放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但是想強調之後下來的那個字 之後下來想跟大家說就是a這個位 to prove that mass exists 那exist這個位就是我想說的字 那exist留意它是一個動詞來的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些例句 譬如這一句 poverty still exist in this country 就是說貧窮 它依然在這個國家裡面存在 那所以大家就記住 exist其實是有存在的意思 順便就再看一看一些sample sentence 去幫自己理解 究竟一個完整句子裡面我怎麼去理解呢 那回到這條題目那裡 to prove that mass exists 那如果proof大家不知道都要吵一吵 因為proof是證明這個意思的 那mass就是混亂的意思 它就是要證明那些混亂是存在的 那當然是很抽象的 但通常抽象的東西 就要我們的pessage 就是在文章裡找回一些具體的東西 譬如可能mass有些具體說 有些是很混亂的 或者exist這個字 那些存在的 有沒有一些同意詞給大家參考呢 但這段影片呢 我們就專注在吵一些question裡面的字眼 跟著下一個字想跟大家說 就會在這個第四的subquestion那裡 就是instead這個字了 那其實instead呢 它通常都是advert的用法 譬如這個劍橋字典的解釋 我覺得都蠻好的 它的意思就是作為替代 譬如大家看到這一句 There's no coffee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instead? 那instead的意思就是 作為替代 如果我們給你一杯茶可以不可以 因為現在沒有咖啡了 那可能你說 喂 今日上生活考試的時候怎麼辦 那很簡單的 我們一起去看考試這句 看看我們怎樣去理解 那我就將它copy了到word document那裡 那整句的意思就是 以取而代之是什麼呢 替代的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說 那些人他就很討厭 他having a target 就是有一個目標去achieve 就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去achieve 那你說instead這個字呢 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在日常生活的句 就有個意思 因為取而代之 就是因為現在沒有咖啡喝 但這個位其實我知道instead這個字的意思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它在暗示一些東西 它在暗示一些什麼呢 就是很可能在paragraph 在一個passage那裡 它是跟你說一些被取代的東西 因為它這個位置就是取而代之 就是那些人很討厭 很不喜歡有一個目標去achieve 就是代表可能它說相反的東西 在一個passage裡面 會不會暗示 某部分的人 其實他們是喜歡follow一個goal的 喜歡follow一個目標的 因此它這個位置 先下instead 那些人取而代之是不喜歡 它會不會有這樣的暗字呢 就是可能的 所以instead這個字其實是很重要的 去理解的話 或者後面這個位置 你看到 那些人很不喜歡有個script 有個劇本 它去跟著 會不會真的代表 咦有其他人其實呢 可能是喜歡有個script去跟著 通常instead 就會有這個對比的成分 它會想做一些對比影襯 這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理解這個字 會幫到我們去答題的 那這段影片呢 就會講了幾個生字 或者幾個phrase 第一個就是be involved with 記住不要只是存這個字 存一些同意詞 或者related的生字 第二就是purpose 一些字眼講目的 他們都經常 真的經常 因為很多時候 不論是reading 或者listening 很多時候都考我們目的 如果我們不懂這個字 其實真的很難回答 第三就是exist 即存在 都可以看一看同意詞 或者相關的字 而最後就是instead這個adverb 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例句 去看一看究竟這個adverb 去幫我們怎樣做的轉折 從而去深化我們對這個字的認識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有用的 幫到大家的 不妨給我like 或者subscribe我 都會支持我去拍類似的影片 再幫大家在DSE之前備戰 接下來都會繼續拍一些 英文學習 英文知識 認識技巧 或者英文新聞相關的內容 希望下段影片都可以見到大家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